自去年5月 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 并且恢复对伊制裁以来 美国在军事 经济 外交等层面持续对伊朗极限施压 最近一个月 美国又两度宣布向中东增兵 令地区紧张局势迅速的升温 一些美国国会议员和学者担忧 美政府动作频频 令美伊爆发军事冲突的危险上升 美国去年5月宣布退出伊核协议并恢复对伊制裁 今年4月 美国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 宣布将停止8个伊朗原油进口方的制裁豁免 以截断伊朗财政收入来源 此外 美国也在军事上同时发力 令中东紧张局势升奔 5月上旬 美军派遣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打击群 和B-52型轰炸机特检队前往海班 随后进一步部署一艘两栖攻击舰 和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作为支援 以应对所谓伊朗对美国的可信威胁 5月中旬 美国国务院下令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 和驻埃尔比勒领事馆的美方非紧急工作人员撤离伊拉克 5月24号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向中东增兵约1500人 主要承担防御任务 6月17号 美国代理国防部长沙纳汉宣布 美军将再向中东增兵约1000人 与此同时 近期在中东发生了多起可疑的邮轮遇袭事件 5月12号 阿联酋外交部说 当天在阿联酋港口城市复查伊拉附近水域 发生了针对四艘商船的蓄意破坏行动 本月13号 又有两艘邮轮在阿曼海遇袭并发生爆炸 船上燃起大火 每次邮轮遇袭事件发生后 美国立即将矛头指向了伊朗 一些美国国会议员和学者担忧 美国政府在军事外交等层面 持续对伊朗极限施压 令美伊爆发军事冲突的危险上升 佛罗里达州民主党籍众议员 特德多伊齐认为 共和党籍总统领导的政府极限施压政策 可能不会迫使伊朗回到谈判桌 反而增加错判风险 可能把美国和伊朗引向军事冲突 美利坚大学核研究所所长 历史学教授彼得·库茨尼克指出 美国政府不少官员 2003年大力主张对伊拉克开战 声称打赢战争轻而易举 却让美国至今难逃泥潭 而他们现在想对伊朗顾忌重施 是吗 是吗 感谢观看